武漢市去年12月爆發肺炎疫情 並迅速擴散到中國各地甚至全球 世衛組織在第一時間低估了疫情 秘書長譚德塞還一再讚揚中共防疫有加 不透明的資訊加劇了疫情升溫 感染和死亡的人數每天都在增加 直到1月30號 譚德塞才被迫宣布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是國際公共衛生緊急事件 不過 此時國際社會的不滿情緒早已沸騰 外界質疑 中共隱瞞疫情導致失控 過低的感染和死亡人數顯示數據嚴重造假 到目前為止 新冠病毒的起源還沒有找到 不過 不斷有專家質疑 引爆這場世紀大瘟疫的源頭 很可能是武漢病毒研究所的P4實驗室 2月9號 中共駐美大使崔天凱 接受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專訪 主持人特別提到了 參議員柯頓質疑病毒來自中共的生物戰計劃 並明確要求崔天凱針對這一指控給予回應 出乎意料的是 崔天凱並沒有一口否認 而是說 針對這個病毒還有很多未知的事情 主持人追問病毒到底從哪裡來 崔天凱回答 我們還不知道 根據初步研究結果 可能是來源於某些動物 也沒有在武漢查到任何蝙蝠的樣品 顯示是這個新的冠狀病毒的陽性的 所以就是比較奇怪 國際上就是這個病毒的來源 什麼時候開始感染人的 有沒有什麼其它中間宿主 這個全都不知道 那就等於說你要控制疫情 連這個病毒的來源 最初怎麼感染人的完全不知道 這個就是國際防疫方面 白宮貿易顧問納瓦羅2月10號 接受美國福克斯新聞採訪時 也談到了武漢爆發的新冠病毒 主持人提到 中共駐美大使 沒有否認新冠病毒 可能來源於一個生物武器試驗室 這可是件大事 為什麼中共當局不允許美國疾病控制 和預防中心的專家進入 更好地瞭解病毒的起源 如果源頭真的是生物武器試驗室 那麼就證明中共當局正在研發 大規模殺傷性生物武器 納瓦羅表示 中共大使沒有回答那個問題 讓他感到非常驚訝 納瓦羅認為 有關病毒起源的問題 必須得到答案 中共最終要為此負責 今年1月初以來 美國一直提出 願意派專家去中國協助 應對新冠病毒疫情 中共當局卻一再拒絕 目前美國白宮已要求美國頂級醫學專家 儘快調查新冠病毒的源頭 加入WHO專家小組全往中國 或者是即使同意讓他們去了 但是在實際工作中還是設定限制 這樣的話 肯定也會讓世界上很多國家 進一步質疑中國政府是不是有意掩蓋真相 尤其是病毒爆發起源的真相了 據瞭解 在中國 發生病毒洩漏已不是第一次 2014年7月25號 中國科學報的一篇 《關於實驗室SARS病毒洩漏事故回顧》的文章指出 SARS過後 中國在對傳染性病毒的研究方面 並沒有總結出應有的經驗和教訓 2003年SARS疫情平息後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預防控制所 被衛生部指定為SARS毒株的6家保管單位之一 2004年4月 中國再次爆發SARS疫情 導致北京和安徽兩地出現9例SARS確診病例 在短短的幾天內 有862人被隔離 而疫情的源頭就是中國疾病控制中心的SARS病毒試驗室